迄今最大质量双星黑洞被发现 离地球还很近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12月1日消息 据报道 法国天文学家在宝平座星系安芝C772机中 发现一个迄今为止最大质量的双星黑洞 在这个双星黑洞中 其中较大一颗黑洞的质量 是太阳的1.54亿倍 更夸张的是 2.5亿年后 这两个黑洞最终将合并成为一个更大的巨型黑洞 距离地球8900万光年 为研究人员根据恒星旋转时光线变化的方式 获得银河系中心恒星的运动数据 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较小的这个黑洞被发现仍处于活跃状态 较大的黑洞则处于静止状态 最后是这两个超大质量黑洞自身的距离 也是迄今被发现相距最近的 仅为1600光年 天文学家认为 这两个黑洞最终将合并成为一个更大的庞然大物 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NGC7727 是两个星系合并的产物 也为天文学界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室 来探索超大质量黑洞 在合并前的轨道上旋转时的相互作用 这就是星系的接近给天文学家带来优势 通过研究超大质量黑洞双星 有利于天文学家揭开这些质量 是太阳数百万到数十亿倍的巨型天体的形成之谜 如果双黑洞合并 是这种增长发生的一种方式 找到超大质量双星黑洞 将有助于了解这种方式 是否是这种增长的共同物境 从而使建模更加精确 研究已经被发表在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想看深度报道 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